本节分析线性盈亏平衡的简析分析方法 上一节我们介绍的盈亏平衡的图结法 这种方法具有至关的特点 易于理解盈亏平衡的本质 以及要素变化所带来的分析 但是盈亏平衡也可以采用解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 基于盈亏平衡 是收入等于支出的状态 在工程经济学中 收入通常只考虑产品销售收入 也就是销售收入等于销售价格称上一个销量 而此处不仅要考虑总成本 还需要考虑税金 如果我们用大替来表示单位产品的税金及附加 那么依据收入等于支出 可进一步表述为 我们的收入就是我们的销售价格乘上一个产销量 它等于我们的支出 支出是由我们的总成本 也就是固定成本 加上一个变动成本率 再乘上一个产量 再加上一个我们的税金 这个税金的话 用T乘Q来表达 那么当这二者相等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就处于一种盈亏平衡的状态 那么作为盈亏平衡的表达有多种方法 那么最常用的表达方法就是建筑于盈亏平衡产量 那么依据刚才我们所给出的 这个收入等于支出的表达式 可以直接导出盈亏平衡的产量 它等于一个固定成本 比上一个价格减去一个变动成本率 再借上一个单位产品的税金及附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确定出对应的经营安全系数 自由啊 我们的设计才能解去一个盈亏平衡产量 再去除设计才能 再乘一个百分之百 那么按照上一阶的介绍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选择最可能的结果 作为我们的分析依据 那么通常来讲 作为我们的安全标准 是要求经营安全系数要大于百分之三十 那么第二种呢 用于表述盈亏平衡的指标 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 它等于啊 盈亏平衡产量与设计产能之别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通过呢 我们的盈亏平衡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然后呢 把我们的盈亏平衡产量的表达式 带入到这个公式里面来 就可以得出 我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 它等于一个年固定成本 比上一个年销售收入 减年可变成本 再减去年销售税金及附加 那么因为啊 我们的经营安全系数 是定义为 以解去一个Q0比Q 再乘上一个百分之百 那么它的安全标准呢 是要求呢 大于百分之三十 由此呢 我们很容易导出 作为呢 生产能力利用率 这样一个盈亏平衡的指标 它的安全标准呢 是应该呢 小于百分之七十 那么当然呢 作为盈亏平衡的表述 我们还可以呢 协助于盈亏平衡的销售收入 来加以表达 那么盈亏平衡的销售收入 就是呢 我们的销售价格 再乘上一个呢 我们的盈亏平衡产量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 也是把我们的盈亏平衡产量的表达式 带到这个关系室里面 就可以导出这个计算结果 那么还有的话呢 是建筑于产品销售价格的盈亏平衡点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我们仍然按照收入等于支出 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可以直接导出啊 我们用销售价格来表述的 这个盈亏平衡点 它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刚才所给出来的P乘Q 等于一个B再加上一个大V乘Q 再加上一个T乘Q 然后呢 把这个Q除到我们的等时有段来 所以的话呢 那么很容易看到 我们以销售价格所表征的 这个盈亏平衡点的话呢 就等于固定成本比上一个我们的设计产能 再加上一个呢 单位的成本变动率 再加上一个单位产品的税金与附加 那么当然呢 还可以呢 按照单位产品变动成本来表达呢 它的盈亏平衡 在此条件下 我们仍然是可以建筑于收入等于支出 就能够导出啊 我们这个单位产品变动成本的盈亏平衡点 就是呢 我们这个P减去一个T 也就是呢 价格减去一个呢 单位产品的税金与附加 再减去一个 我们的固定成本 比上一个呢 我们的产销量 这些不同的表达方法啊 各有利弊 大家可以呢 根据实际的情况 来加以选择使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仍然啊 也举一个例子 来加以说明啊 我们的盈亏平衡 以及经营安全性 它的不同的评价的原则 或者是不同的评价的视角 这个例子是说啊 某生产手表的这个方案设计 设计生产能力呢 是年产8万只 年固定成本为200万元 单位可别成本为100元 单位产品的价格为150元每只 税金呢 是平均每只为2元钱 经预测投产后固定成本 可能增长10% 单位可别成本可能增加10元 售价可能会下降10元 生产能力可能会增加5000只 是计算呢 盈亏平衡产量 盈亏平衡点的生产能力利用率 盈亏平衡的销售收入 产品销售价格的盈亏平衡点 单位产品变动产本的盈亏平衡点 并判断此方案经营是否安全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以最可能的结果作为计算依据 也就是呢 我们的方案设计的产能 是年产8万只 年固定成本为200万元 单位可别成本为100元 单位价格为150元 税经济附加每只呢是2元 那么把这些数据啊 带入到我们刚才所讲过的盈亏平衡的 不同的表述方法中间来 就可以呢得出我们下面的计算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盈亏平衡产量 那么它等于呢固定成本 比上一个价格解去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再解去一个呢 单位产品的税经济附加 那我们把这些数据带进去 我们就能够得到啊 这个盈亏平衡产量是4.17万只 4.17万只 那么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这个盈亏平衡产量计定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呢用盈亏平衡产量 比上一个设计产能来确定出呢 我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啊 就是呢52.1% 那么它当然呢也可以呢 计算出啊盈亏平衡的销售收入 那么显然呢 这个销售收入呢 就是我们的销售价格 再乘上一个盈亏平衡的产量 以此类推啊 包括呢我们的产品销售价格的盈亏平衡点 和我们的单位产品变动成本的盈亏平衡点 他们分别是呢 127元和123元 那么本题呢 还给出了一些不利的可能 投产后固定成本可能增加10% 单位可变成本可能增加市元 售价可能下降市元 显然呢 这三种情况中间的任何一种情况出现 对于我们的投资者而言 都是不利的 那么由此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当这三种结果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是这个项目用作的过程中 最不利的可能 或者是最不利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以这种最不利的情况 作为计算的基础 再次情况下的盈亏平衡产量 我们可以求出来 就是呢 7.86万只 那么作为呢 与这个盈亏平衡产量相对应的 新盈安全系数呢 是呢 1.75 就是1.75% 那么应该说明的是 当我们选择了最不利的情况 作为计算依据的时候 那么只要呢 我们的经营安全系数大于零 这个方案就是安全的 那么显然呢 我们以最不利的情况作为依据 来评价这个方案的时候 它是安全的 那么当然呢 我们以最可能的结果 来作为评价的指标 我们可以得到呢 据说呢 它的最终的一个评价结果 方案也是安全的 那么由此啊 我们可以得到 不论是用最可能的结果 还是呢 最不利的结果作为依据 那么呢 这个方案总体上来讲 都是安全的 这就是呢 我们这一节 所要讲述的 主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